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以为 只要穆小言的身份不穿包 我就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可是 我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自说 老张 走吧 恭喜你啊 华天琪 让实际能够看上八卦杂志的封面 应该是你当上执行长之后 最大的成就吧 舒董事长 我不管你相信或者不相信 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华天琪只会用光明磊落的手段 去报复人 这种小人行情 活不选 我犯的错误 我自会承担 所以我根本不在乎 到底是谁跟媒体报的料 只是我想告诉你 你想跟我斗的话 你的技术还差远了 进来 进来 总裁 小颖在忙着跟媒体联络 所以让我把这份流程给您送过来 放着吧 还有事吗 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您说 你有话就说吧 爆料给媒体的人 或许真的不是华天琪 我觉得踩她一脚 比求得更管用 你知道吗 她让我发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们俩都把我逼成这样了 我觉得我做什么都不顾分 我就是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 那天我在白家门口 听到白家门的爸爸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我知道了 我会跟白东打电话的 你先回去吧 嗯 嗯 喂 苏董啊 你为什么要跟媒体爆料 苏董啊 苏董 你在说什么呢 因为石进不合白家续约 你就非得搞垮我们吗 苏董 我想你是误会了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意思 买卖不成仁义在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看你说的 你们石进的股票一开盘就往下跌 你要仔细地检讨自己 你不应该把罪名赖到我的头上啊 你怎么知道石进的股票跌了价 原来真的是你 就算我们石进烙得一身臭名 你也休想混水摸鱼捡便宜 对 你少在这儿威胁我 是我干的又怎么样 是我告诉媒体的 你奈我何呀 你们石进不是财大气粗吗 没想到我说到 你有一天在等我的手上吧 你说吧 你到底想怎样 这样吧 咱们见面再聊吧 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好吗 你终于回来了 还没事呢 你不是说去和舒雨昕谈合约的事吗 怎么这么晚啊 怎么样 舒雨昕同意续约了吗 本来呢是要谈的 可是后来她又改期了 为什么改期啊 舒雨昕这人怎么一直反复不定啊 也是啊 也是啊 合同的事呢我自己会搞定的 我有点累了 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晓雯啊 眼泽怎么那么差啊 没事吧 没事 别担心了 没事 爸 你的表呢 这可能是丢哪儿了吧 没事的 嗯 怎么样 妈接了吗 妈到底去哪里啊 她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的 怎么会这样啊 来来来来 一轩 我妈不见了 她手机也不通 她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子 消失这么久过 她怎么会不见啊 她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 也没有跟小影说她要去哪里 我都找不到她 三天前 是不是 就是新闻发表会那天啊 对 就是那天 我还记得 那天我跟妈一起吃早餐 然后她说她去找你 之后又说要开什么记者会 后来全公司的人都在等她 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 穆小爷 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 为什么她就这样消失了 但那天 总裁只是跟我约在公司 商量怎么来面对记者 但我去公司的时候 她就已经不在了 你报警了吗 我们第二天就报警了 但是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一轩 你别着急啊 你看说懂人际关系这么广 会不会有什么电话忘了打了 不可能 我连国外的厂商都联络过了 他们都说找不到她 那你看这样 要不我陪你回时境 我们再找找别的线索 好 那我们先 我们 我不需要你们讲好戏 这是你们在看我笑话对不对 我不需要你们同情 一轩 一轩 一 小爷 你别着急啊 她不会这么消失的 怎么会呢 放心吧 妈 实境集团舒雨昕总裁 迄今已经失踪两周了 昨日凌晨 在港口附近 发现舒雨昕的坐驾 坐驾内及周边并未发现 任何当事人的踪迹 据家属表示 舒雨昕失踪之前 没有任何征兆 但在女儿方亦菲被发现早已过世 且由他人假扮的丑闻曝光当天 舒雨昕便下落不明 因此被怀疑是畏罪潜逃 事发到现在 实境集团的股价持续下跌 持资股东们都是人心惶惶 我妈还没找到 为什么他们就一副要定罪的样子啊 那些我妈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 她为什么要畏罪潜逃呢 媒体都是乱说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一轩啊 不是白阿姨泼你冷水 舒董已经失踪两个礼拜了 我劝你要有心理准备 妈 你现在说这些干吗 家伟 你告诉我 我妈她没有失踪 她只是心情不好出去走走 对不对 当然 舒雨很快回来了 一轩啊 苏董啊一定会惊人天象的 别想太多了 没事的 家伟 我现在最亲的人 就只有你了 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的 一轩啊 过几天实境的采购会议就要开始了 我希望你和家伟来一块去 我怕你一个人认负不过来 白伯伯 对不起 我现在实在没有心情谈工作 以后再说吧 喂 你好 哪位啊 公安局 公安局 什么事啊 公安怎么会找上你爸呢 我们家和实境有业务的网牌 爸只被叫去例行问话而已 妈 你就别担心了 宋贺 你怎么来了 哦 那个 我爸告诉我说 白伯伯被警察局请回去谈话了 想让我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替我谢谢宋败的关心 我爸没事 放心 爸 爸 你回来了 公安怎么说呀 没什么事 爸 你先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 他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被公安叫去说话 是吗 那我再打个电话 放心吧 既然白伯伯没事 那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一雪啊 我是白伯伯 让你担心了啊 白伯伯 刚刚公安局找你什么事啊 公安局说 你妈妈最后一个打的电话是打给我的 妈她找你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还不是业务上的事吗 是不是我妈 她担心实境被爆料了 会影响白伯伯的合作意向啊 没错啊 我呢跟你妈妈说了 这件事情呢 不会对白家有任何的影响 你妈妈非常高兴 就要约我见面她 原来真的是你 你为什么要跟媒体爆料 因为实境不和白家续约 你就非得搞垮我们吗 买卖不成仁义在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就算我们实境落得一身臭名 你也休想混水摸鱼捡便宜 总裁不是在电话里跟白伯伯吵了一架吗 怎么白伯伯说的差这么多呢 可是不对啊 那一天我妈都已经准备要召开记者会了 怎么还可能召集约您见面呢 是吗 难怪你妈妈也突然把时间给改了呢 当时呢我也没多问呢 原来是这样 白伯伯 如果你从公安局那边得到任何消息 你一定要跟我说好不好 一雪啊 你不要急好吗 我会同我朋友四处打听的 也有消息也能马上告诉你 好不好 谢谢白伯伯 好嘞 没什么事就好了 吓死了 别紧张 不会有事的 我当然会紧张 咱们家现在已经经不起 任何一丁点的风吹草动了 是啊 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翻身的机会 我不会在这个机会上出事的 好 家伟啊 来 家伟啊 你要记住 十金的采锅会 千万千万不能弄草漏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我知道 这是我们白家东山再起 最好的机会了 那你放心 好 是 usan 方明 cave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跟其他人联系啊 除了今天晚上一直打电话到您家之外 其它没有任何异常 好 那就好 你跟着他啊 他如果跟警方联系的话 马上通知我 记住我 我会在记者会上 承认我的过失 但是我也会让大家知道 是你利用下次报的料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可真把自己当女王了 你想干吗 你不要过来 爸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可 那什么 我有点口渴了 想喝点水 你也带我休息 听见没有 嗯 一轩 她还是不肯接电话吗 那 那舒总裁 二小姐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不管是夫人 或者是她的事 都不关穆小姐你的事 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一轩还是没接电话呀 舒雨昕 失踪了最新调查进度出来了 我看看 上面 也只不过是警察的初步推测 肯定还有了媒体的信 我说什么呀 报纸上小燕 都说什么呀 报纸上小燕 保障说 不管舒雨昕 是不是失足溺水 现在都打捞不到她的人 要么就是水太深 要么就是被杨柳带到外海去了 小燕哪 跟一轩说吧 说你才是舒雨昕的真正的女儿 你先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这报纸上电脑上说得也不准呢 一轩这孩子太糊涂了 你说她不知道真相也就罢了 她是第一个知道你是舒雨昕亲生女儿的人 她这么做 不就是想独占舒雨昕女儿的名分吗 她是一点余地都不想给你留 我不能再让她这么错下去了 这不关一轩的事 我也不会告诉一轩的 我不会再听任何麻烦 一轩已经够难受了 如果 如果 舒雨昕 她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我想 我应该替她好好保护一轩 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也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了 小妍呢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对不起你跟舒总裁 妈 你别这样说 你看我们两个 一会儿我们还得去餐厅工作呢 你还要去上班呢 当然了 再怎么样社会也得继续啊 我都给你请好假了 你可别去上班了 我我赶紧去一会儿迟到了 段凯啊 她这两天没睡觉没吃饭的啊 好 看着她吃饭 睡觉啊 小妍 你干吗呀 我 这两天家里挺乱的 一直也没时间收拾 正好今天我妈给我请假了 我就可以劳动一下 小妍 现在这里只有我 你要装没事到什么时候 你扮方亦菲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了 你对舒雨昕有很深的感情 我只是没想到 她竟然真的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知道 你是因为夏姨 所以才表现得那么坚强 可现在这里只有我 你还是这个样子 事情越大你越难受 你就要表现得越没事 可这一次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好 是啊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很担心她 我怕她有什么意外 我知道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害她失踪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小妍 我相信她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她可能就是先躲起来了 等事情的风波一过 她就会回来的 你要相信她呀 她不是这样的人 她一遇到问题 会这么一面对的 如果现在连你都不相信她 那有谁能好好地等她回来呢 就像你说的 你们才相认 她不会撇下你不管的 现在你这么难过 你想她回来看到会高兴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做得不好 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 不要惹化天青 不要骗自己 可我就是那么傻 我就是不听别人的话 我就是那么任性 我 我欺骗了她 我欺骗了她 她就借着媒体来揭穿真相 现在 属于其她找不到了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我的错 你不要跟我说话了 不要理我 我 小燕呢 是 这张照片照得还不错啊 那就用这张好了 你怎么进来的 是丽雅让你进来的吗 我先告诉你哦 我今天可没有力气 跟你吵架 刚才不知道是谁 一副气势汹汹 要跟我吵到底的样子 起来吧 别这么抑制消沉了 赶紧振作起来 你怎么进来的 是丽雅让你进来的吗 与其这样闷着 还不如赶紧行动 跟我来 请问有没有见过 传单上这个人 看到的话请联系我 请帮我找一下 拜托你 谢谢 算了啦 绝人骑士 放在网络上 微博上都不见得有人理 你这样发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老这么一副 无精打采的样子干吗 弄得好像你已经认定 书仪不在了一样 积极一点行不行 你好 拜托您帮一下忙 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 你好 你好 拜托你 谢谢 拜托 拜托 好的 谢谢 拜托 拜托 拜托您帮忙找一下 拜托 拜托 来 拜托 拜托 张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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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找你半天啊 快快快走 已经开始了 快走 已经开始了 累了吧 喝点东西 谢谢你 我以为 你不会再理我了 如果你把你头上 这块康氏企业的招牌拆下来 你也不过是个无名氏 你以为那些女生是真的喜欢你吗 还不是因为 你的名字叫做康杰 你就尽管的玩吧 反正天底下女人那么多 你就尽管见一个爱一个 不过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拿出你的真心 你这一辈子到死 都不会有值得纪念的感情 也没有人会在你的坟前 为你流下一滴眼泪 其实我那天说的都是气话 你对朋友真的很好 对我也是 连发传单这种卑微的事情 你也肯帮我做 我真的很感动 谢谢你 看看这是谁家爱哭的小女生啊 我看淑仪根本就不是闹失踪 她根本就是为了治你的爱哭病 才故意躲起来不让你找到的吧 少在那边胡说八道 不过一轩 淑仪就剩你这么一个女儿了 实境的未来 就要靠你一手承担咯 可你老是这么爱哭 又一直消沉 她怎么能够放心把实境交给你啊 所以她才会故意丢下你 看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明白了吗 康姐 我真的很看不透你 你看起来明明就像一个顽固子弟 但每一次你在关心我 或者是安慰我的时候 都完全切中我的要害 简直就像 救你与水深火热的天使 像我肚子里的蛔虫了 你终于笑了啊公主 方一轩 从你笑的这一刻开始 就不准再哭丧着脸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你要打起精神证明给淑仪看 你方一轩真的已经长大了 那还用你说啊 等着看吧 我等着 画天奇竟然就这种事啊 早知道打死我也不会跟他说的 可这并不是你的错啊 应该被谴责的人是画天奇才对 你从穷小子变成贵公子回到上海 怎么样 很爽吧 你处心几率谋划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终于复仇成功了 取代了书仪的位置 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这不是我做的 接下来你就可以说了 书仪是畏罪前头 所有的事情都跟你画天奇无关 直识上圈牛耳也是你情非得已对吧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遍来 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现在再说一遍 你给我听好了 画天奇 就是因为你这个混蛋 义轩她一年前 先失去了姐姐 现在更是连自己的妈妈也失踪不见了 画天奇你别得意 如果书仪她不能够平安回来的话 你给我等好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找我还有事吗 你找我还有事吗 我来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你 这是方亦菲的日记 她决定和你私奔的那一天 把这个留给了书仪夕 这本日记里面 记录了你们交往以来的点点滴滴 我把它留下来 只是想让你知道 方亦菲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 看看 我觉得自己又被骗了 我觉得我是扮方亦菲太久了 被事实蒙蔽了双眼 你根本看错了你 你就是那种 只看事情的表面 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有多重要 却只在乎自己感受的人 你一旦觉得自己被骗了 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你 要那些对不起你的人付出代价 你恨我 你恨舒雨昕 就因为我败了方亦菲 你就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我从来就没有做过 伤害你们实现了任何事情 我是请你恨舒雨昕 但是我画天气包袱 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卑鄙的小人手段 是很卑鄙 你自己都这样觉得 你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侮辱我 幼稚也是你从公司寄出去的 我是你还有谁 你少在我面前演戏了 以前我是瞎了眼看错你了 原本以为你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没想到你比我做得更绝更瞎做 我没有方亦菲那么善良 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我早该看清你了 你有时候请立在我面前指指点点的 我想如果收起演戏来 我想如果收起演戏来 你应该比我更擅长吧 沐小言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是谁 管舒雨昕的事情 你以为你真的是她女儿吗 是 我就是她女儿 我就是她女儿 她女儿 我知道她女儿 现在见面了 但是她想去做 我们的这个账细 你以为是她女儿 因为她也在你身上 我示范 那她阳性很正常 哪些 我最近都没有去公司上班 也没有过问公司的事 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因为毕竟 实际是我妈的心血 我也必须振作起来 她不在 本来就应该由我这个女儿接手 你放心 我会花一个晚上的时间 把她看完的 如果你要主持会议 那真是太好了 总裁这段时间不在 公司到处人心惶惶的 有你在 一定可以安定人心了 有我在可能还不够 我明天会请家伟跟我一起出席 如果公司的高层和股东 都没有意见的话 我打算和白家继续签约 只要我一宣成有 我们白家再也不用担心 接不到实际的单了 家伟啊 你听老爸跟你说 苏雨昕手上 掌握实际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你想一想 她这一失踪 这所有的股份 就会落在益轩的手里 这样一来的话 益轩就掌控了实际的 生杀大权呢 到时候咱们想接下 实际所有的订单 那不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爸 爸 属于跟你那么久的交情 她失踪你很开心吗 我怎么觉得 你希望她永远都别回来了呢 订单 订单又是订单 订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你为了订单 连基本的人性都丧失了 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 不是特别丑陋吗 是 我是很丑陋 不管你这么看我 所有的人都会这么想 但你知道吗 老爸想回头的时候 我已经看不到案了 不是没有办法 小伟啊 老爸知道 你为了这个家 老爸 为了老爸 值了很多的委屈 但是你扪心自问 如果白家垮了 你还能跟心爱的女人在一起吗 爸 换个角度说 如果你成功了 你要什么要女人没有啊 到时候你若是喜欢苏和的话 你可以跟人在一起 老爸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好不好 好好好 来 坐下 将来的事 咱们将来得也说 好 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合同欠下来啊 儿子 虽然义轩呢是咱们的人 但别忘了 肯定会有人提出质疑 来 听爸这么跟你说 你到了那儿以后呢 你就跟义轩这么说 首先呢 你要走 走 走 所以你是一非亲生的双胞胎姐妹 当年是义轩的母亲抱死了人 才有了今天的沐小妍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啊 我没有向媒体送回任何东西 我也在调查这个人是谁 不重要了 甚至你做的 都不重要了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义轩 你知道 她虽然不是舒雨昕的亲手女儿 但她对谁都是真心的 舒雨昕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义轩 我不希望她再受到任何的伤害 如果你有一点良知 就把这件事情 吞到肚子里去 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 华天玺我告诉你 不要再纠缠小妍了 只要有我在她身边一天 就不会让你靠近她半步 你怎么会把她的东西 可真是在你身边 小妞 这种东西 我看你 可以那些什么 然后我会把他做的 我来想看 你会把这种东西 你会把这种东西 我会把她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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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